这是我在东莞街头 第二次碰到这个年轻小伙子 他老家是四川的 刚满18岁 没几天 小四川 到了 我 兄弟咋的 靠哥 你前天睡的 就睡马路吗 就前天睡 你给我买瓶水吗 买瓶水啊 走吗走吗走我就跟你买水 走 吃了没有饿不饿再请你吃个吃点东西 跟那几个兄弟带几瓶饮料吧 跟他们带带瓶大的挂壁水 多钱老板 好 这是在出来几天 刚过了几天啊 过了几天这么快路费就花完了吗 对啊 哎 怎么不找你爸妈呀 哎不不不 不不不 今天多大 十八 十八岁 嗯 请你下午请你吃饭的时候好像开了十分之四 刚满十八岁真没几天啊 八月四号的生日吧好像是 农历也是去 啊 杨历的话那那就是八月十六八月十六号生日 杨历 你生日是怎么过的 啊自己随便买买买买的东西去就行了 这就没了哈哈你说你爸妈都上班你怎么不去啊 去找他们干嘛呀 哎 不想找爸妈呀 对对对对 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 分钱没有了 就给你的找您的三块钱一分钱都没有了 对对对 那你明天怎么搞啊我在想 哎 再一步看一步来啊 有没有想过去找工作的这几天 等等等明天搞到点钱然后再也去搞个找工作呀 不不然的话如果说进进来黑黑黑上怎么办嘛那次 进黑厂他反正有包吃包住怕啥的 他不他所说的包吃包住是要等先吃后先吃后扣懂不懂要先要你先电生活费是吧 你可以进富士康啊 进富士康哎 那天老火 实在不行到那个太强玩具场回血神场 干几天跑路了就马上接工钱就走路啊 那个玩具上的明天有路费再说吧 如果你想去我借点路费你 怎么样 那那玩具是哪那里的吗 嗯 那玩那玩玩那是 那什么地方 呃那我明天我明天的话 他说我我带你去吗 明天想高几千万的 你也想高了钱呢 那你靠什么搞钱呢你的干日节还是吗 嗯 嗯 嗯 有一些 赚钱的小业务是吧 但是 怎么说呢就是不要 去倒卖什么自己的电话卡呀 什么微信号抖音号这个 违法的会把你抓进去的知道吧 像你年轻刚到 这边不懂事 好多人都被抓进去了 嗯 如果你 你想进场上班我可以借点钱你借两百块钱你 真的 等你就是下个月发工作的还我都可以 千万不要去卖电话卡微信号抖音号这些东西 我拍你视频呢我就转你五十块钱吧 好不好 你开我家里第一号马上转给你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什么这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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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